好 這是火的精靈王 來了 先看看 非常輕鬆 很輕鬆 我們便可以幫他覺醒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的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 繼續玩九週年的活動 非常精彩 先看看完五星 完五星我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不過先提醒大家 其實還有時間去玩 因為你會看到6月11日才正式活動完結 另外我已經玩到2300多的紀念幣 可以一共召喚到6隻 當然玩下去可以召喚到9隻 我們來這裡召喚一下 看看會中什麼 究竟會是什麼呢 這是精靈王 其實不錯 然後來第二隻又是什麼呢 好 又看一看 OK 這是火的精靈王 第三隻又會是什麼呢 好 來到最後 我們又看看第六隻會是什麼 看看是否適合用 還是撒旦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獲得火精靈王 可以看到首次限定 下面這個位置 也可以召喚一些完四星的魔靈 可以按一下 就會開始召喚一些魔靈 光銅暗也有 就是完三星 這個大家自己需要什麼 自己去看看吧 接著這個100抽 這個九週年第二彈 我自己不斷地打一些地下城 已經達到二千多的總數 紀念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九週年非常棒 首先我們拿了100張抽蛋券 後面大家也可以拿傳說召喚書 也可以拿按摩怪幫助我們升技 還有禁忌的進化卷族也有 即是我們可以直接把精靈王升上去 這些物品是很重要的 接著這個召喚書也有十張十張換 我們真的可以瘋狂地換一些稀有的物品 又幫助我們升魔靈 又幫助我們拿抽蛋券 非常棒 拿完之後大家可以看到 好 我們直接拿出火精靈王 好 完成了 好 直接幫助他覺醒 來了 先看看 非常輕鬆 很輕鬆 我們就可以幫助他覺醒 好 我們也來一來召喚這個位置 有100張九週年紀念召喚書 以及傳說的召喚書也有4張 我們就嘗試一下手技 看看如何 一定會爆閃 看看是4星還是5星 完美召喚 這隻是布朗尼法師 再來 會不會有刺客 好 刺客的4星完美召喚 這隻是布朗尼法師 4星的布朗尼法師 好 九週年召喚書 我們來多100抽 看看會中什麼 好 最高元素 這裡... 咦 來了 爆閃 奇哀雷 忍者 神秘客 我自己就想要忍者 對了 真的好棒 不是開玩笑 咦 又有了 爆閃 嘩 來個鬼舞者 鬼舞者 鬼舞者 對了 嘩 正啊 我們可以看到有水級和夏娜 這個位置就要夏娜 好 可屬性的夏娜 100抽 正式完結 九週年100抽 咦 有了吧 這個位置有元四星 那就要巴耶克 可以了 OK 五星五星五星 好可惜 沒五星 不過不要緊 我自己覺得還可以的 好了 九週年活動就玩到這裡 其實我們從玩魔靈 剛剛差不多 已經三個月了 我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以往我玩魔靈召喚 未必每次去煲得那麼盡 又或者真的很輕鬆玩 重玩這段時間 就是想嘗試一下究竟 這遊戲到了九年之後 重玩會不會有壓力呢 其實也不會的 因為遊戲本身的福利真的很高 尤其是九週年福利 我們直接可以獲得五星的魔靈 四星的魔靈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新手的你 要玩魔靈的話 完全不是難度 因為也有很多任務 是針對一些新手的 如果新手入坑的話 就絕對沒有難度 對新手來說 魔靈召喚的確非常友善 另外在很多不同的關卡中 我們真的要升級不同的角色 配搭好的魔靈 這樣才能打得贏 這遊戲真的充滿了挑戰性 遊戲並非單單課金 可以組成一隊萬能隊 去打爆所有的Boss 的確是要去思考組隊的策略 以及針對著Boss 打地下城 這樣才能夠過關 符文配合更加博大精深 配合得好 魔靈又會更加強大 那你又要魔靈配合 又要符文配合 一樣東西加一樣東西 這些配合加配合 真的很需要策略性 配合得好 打Boss當然會快 組隊組得好 可以秒殺到Boss 這個的確是玩魔靈的精髓 再說一下遊戲已經到了九週年 其實是一種非常長壽的遊戲 起碼玩起來有保障 最近大家會看到近幾年推出的手機遊戲 尤其是日本那些 一年內通常是伺服器關閉 其實玩一下玩一下也挺灰 玩魔靈召喚一定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九週年了 我想十週年已經很快到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支影片看看會不會和大家玩更多活動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們 讓大家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